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的购物分享 然后我最近其实没有买太多东西 因为我想的大部分东西我想去机场买 然后马上要回国了 还有一个回国以后可以淘宝 我现在发现淘宝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基本上什么东西你想要的都可以在淘宝上买到 所以我打算就是在回国前几天 把购物车里面的东西全部买下来 然后等我回国的时候就可以回去收包裹了 在分享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我好朋友合作的品牌叫库斯里 然后它主要是做18K金和日本珍珠为主的首饰 这一次我们有几个新的耳环 然后在这里想跟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款式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类似就是一个小眼睛 然后上面有一颗小珍珠的感觉 非常非常地精细然后简单的款式 这一款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第二款是这样子的款式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感觉这个款式基本上每个女生都应该必备的一款 而且我发现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是妈妈的话 你家有小宝宝的话 我超级理解就是你戴那种比较挂的耳环 小宝宝有时候会好奇然后会拉扯什么的 或者是你怕挂到它什么的 所以戴这样子的它也非常非常地简单 然后显得高雅 而且它也比较百搭一点点 第三个款式就是这样的款式 然后跟刚才那一款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款它是稍微有一定的弧度的这种 然后你戴着耳朵上它是稍微这样子有颗珍珠挂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款也非常非常地适合妈妈 因为它真的是不会就是影响你平时出去带孩子啊什么的 最后一款呢当然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它超级超级可爱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调节长度 比如说你想要你的耳环就是这边稍微长一点点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样拉下来 对 然后这个珍珠就会上去 然后如果我一般大概就是拉个这样的形状吧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我给大家试戴一下 它戴上之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超级好看的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款 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适合白天或者是晚上都可以的那种 比如说你晚上去参加什么约会或者是party 还有或者是公司搞什么活动 你穿个晚礼服 然后戴这个耳环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算你白天就是像我这样穿的话 我觉得戴这个也会非常非常的合适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没有就是就是不分场合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首饰真的是必备的一款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款胶原蛋白 大家知道就是看我30岁护肤的时候都知道 我每天都在吃这款胶原蛋白 然后我买了这个是给我爸妈的 所以我这次打算带回国让他们试一下 它上面写的是就是建议你一天吃六粒 但是我觉得六粒的那个什么数量真的有一点点惊人 所以大概我每天就吃两粒而已 然后我吃完它以后真的就是可以看到我的皮肤的改善嘛 就是会比较膨一点点 然后比较软一点点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块 然后想给我爸妈试一下 到了彩妆类的产品 这一次呢我买了四盒眼影 然后两个日系的品牌 两个欧美的品牌 为什么这次都买了四个小眼影呢 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彩盘非常非常的火嘛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在买那个什么大彩盘 所以其实包括我在内也买了很多的大彩盘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女生的视频 她就说其实她很少买就是大彩盘什么的 因为第一个她不是那种专业化妆的 所以她就是觉得颜色搭配方面 她可能没有那么在好像什么的 还有一个呢 她觉得每次自己用了用去 都是用了那几个自己比较保险的颜色吧 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的彩盘 我跟她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我每次用大彩盘的时候 用了用去都是那几个颜色 就是很少换颜色的 所以呢她觉得就是大彩盘买起来的话 真的有时候对一个不是专业化妆的人来讲的话 是一种浪费吧 所以她经常就是会买这种 就是四色眼影盘什么的 因为她觉得这个里面 她颜色都已经搭配好了嘛 就是换来换去也不会出错的那种 而且基本上四个颜色都可以用到 还有一个呢 就是旅行的话呢 鞋带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所以呢 这次我为什么买了四个小的眼影盘 因为我觉得回国嘛 然后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化妆包里面 鞋带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日系的眼影盘呢 这次我买的是Kate家的这一盘和那个Excel 听起来很像表格的一些 Excel呢 其实是去年吧 应该是去年很火的一款眼影盘 我买的颜色是S203号 然后我前段时间有试了一下 它的粉质 我跟你说 超级软弱的那种 然后特别特别细腻 所以我对它就是非常有好感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当时买它的时候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它们颜色看起来都一样 真的就跟鬼打枪一样的 看着特别特别像 所以我后来就选了一个 好像03号是卖的比较火的一个颜色吧 就这样子看的话 我感觉这几个颜色也蛮像的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大家知道就是日系的眼影盘 其实怎么画都不太会出错的那种 因为它们画起来不会像欧美眼影盘 颜色那么夸张 然后那么显色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就是回国的时候 特别是在国内好 如果你的眼影 就是像我爸妈的话 特别是我妈 她有时候会说 你眼影怎么化那么浓的妆 你怎么化那么 所以可能买个日系的眼影 就是带回国会比较适合日常妆容一点点 另外一款是Kate家的这一款 然后Kate家这一款呢 其实个人来讲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前段时间有试了一下 我发现它的那个亮片 特别特别的明显 然后它的粉质 就是没有XL这个这么细腻 或者是软弱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打算再给它一次机会 再试一下吧 因为很多人都真的很喜欢 Kate家的眼影盘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好像很一般的那种 如果就是说这两个价格差不多 价位差不多的话 我会选择就是购买XL 因为它的粉质真的是超级好的 另外两款欧美的彩妆呢 就是第一款是CT家的这一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Michael Jacobs家的这一款 首先说一下这一款吧 其实当时在北美上市的时候 我就特别心动 因为那时候很多北美的博主 就在推他们家的什么粉底液 然后眼影盘 还有他们家那个什么粉底刷 很多人都说很好用 当时呢可能是因为买不到吧 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心动 直到后来它就是进入英国市场嘛 然后现在John Louis可以买到 等我可以买到的时候 可能那段时间就是那个火热镜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就变成了好像买不买也无所谓什么的 最后面直到就是前段时间 我看很多欧美的博主 然后他们就说这一盘眼影 是他们觉得颜色出了最好最正的一个颜色 就是比较适合白天和晚上 当时还有一个化妆师也是推的这一盘 所以我后来就是很心动 然后还是决定买一盘这个试一下 我收到之后呢 我觉得它的包装超级超级美的那种 然后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买的颜色是720号 它是属于一款就是比较偏大地色系的一款 是这样子 我当时看的因为都是欧美博主嘛 然后他们的皮肤应该都比较偏冷掉一点点 所以在他们的肤色上面都显示的 就会非常非常好看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黄掉 或者是暖色掉的人会不会适合这一款 因为它这一盘眼影还有另外一款 就是比较适合可能黄皮的吧 因为那一款颜色会稍微没有这么冷掉 稍微偏暖色系一点点 不过还是蛮期待就是试一下 他们家这款眼影的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包装真的好美呀 然后瘦瘦的一根 然后放在包里面非常非常的好携带 大家知道呢我是那个什么CT家的宗石粉丝嘛 从他们家出彩妆 还有护肤品开始 我就一直在买他们家的东西 当时我买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那个Magical Cream 我觉得到现在来讲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已经都快被我用完了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口红 也出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还有他们家那个双色腮红 修容什么的 都是他们家的那个明星产品嘛 当然他们家我最爱的一款 就是那个多功能盘 其实我之前很多视频都跟大家分享过那个 就是说那一盘是我觉得 真的性款很神奇的一盘吧 就是你怎么画都不会出错 你怎么画都会很好看的一盘 所以我每次旅游的时候 我都必带那一盘 唯独呢在他们家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没有买过他们家的眼影 其实我很心动他们家的眼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直没有下手吧 直到最近我打算就是 好像看了John Louis 打了一个15%的折扣 所以我打算就是还是入了一款这个 然后它非常非常的小 比我想象中要小非常多 我去大了一个手掌这么小吧 当然我的手掌非常非常的大的那种 我买的颜色呢 就是这一款颜色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它这款颜色 好像也挺火的吧 就是网上很多人都在推他们家这一款 这个颜色 我刚开始第一眼看的时候 会觉得它跟那个什么 Tom Ford家的那个什么02号 就是挺产的那一款 其实还蛮像的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他们俩真的会不会一样 我改天可能做一个就是对比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会发在微博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高光的部分呢 大家知道就是我最爱的高光 就是贝卡家 还有那个我买的那个液体高光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两款高光的话 就已经够我用了 直到有一天我就是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一个女生 她就分享了Mac家的这一款高光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被她的照片好像就是给吸引出了吧 我马上就去下单 正好江洛西还做了一个什么20%的折扣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 然后它真的是超大一碗的 我觉得这么大一块高光 我感觉可以用很久 我买完之后呢 就发现其实有蛮多妹子推这一款颜色的 说它就是如果你很喜欢高光的话 你会很喜欢这一款 它的高光其实很明显的那一种说是 所以我还蛮期待试一下这个 到了口红的部分 我总算买到Georgia Almeida家的405号了 大家知道这一款颜色就是一直断货的那种吗 后来我有一天刷微博的时候 有人就说Depham家有这一款色号了吗 我当时马上就去下了单 因为我觉得这种经常断货的色号 我也不太指望就是我能在什么西苏罗机场碰到什么的 我收到之后呢 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大家都一直跟我洗脑 说我405号是他们最喜欢的 405号是他们最喜欢的吗 所以我后来真的是 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家洗脑的人 对 只要你给我推荐东西 然后我就特别行动 特别想买那种 我收到之后发现它真的就是一款 很典型的番茄红的颜色吧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喜欢它 我觉得它真的涂完以后会显得肤色要白细一点点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它超级显牙白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要试什么黄皮或者是暖色调皮肤的话 常常建议你去试下405号 另外一款阿玛尼的好像是200号还是201号呀 可能是200号 那款我到现在都没有买到 因为它也是一直在断货的中间嘛 所以我还蛮期待我去收一下那款 我不知道那款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 因为有很多人也跟我推荐过说那一款也非常方的好看 就是200和405两款 对我刚才涂了一个405号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看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真的非常显压白 而且这个颜色跟我衣服颜色还蛮搭配的 到了护肤品内 这一次呢我就买了两样产品 第一个产品呢就是我有一次自己就是在网上没事刷网的时候 然后发现一个韩国的品牌 然后上面写的就是一个SPF50加PA++++的一个水质地的防晒产品 然后我看到当时那个评论都非常方的好 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要不要试一下 因为我大家知道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做刷酸 还有那个微针的一些事情嘛 刷酸和微针呢其实做出来的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皮肤 防晒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所以呢就是无论是晴天或者是阴天什么的 你都必须得涂防晒那种 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涂防晒产品 所以我这一次就是买了一个这个类似水质地的防晒产品 准备带回锅使用 大家知道就是欧美的其实很多防晒产品比较偏油一点点 我觉得没有就是韩国或者日本那么就是出的那么清爽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韩国牌子的时候还蛮行动的 另外一款富富产品呢就是The Ordinary 我总算买了他们家产品了 因为从去年开始他们家的热浪就是一直在YouTube上面就是翻滚嘛 所以很多人都在说他们家东西性价比很高 然后超级好用什么什么的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大家推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用的 也许用起来就是你的期望值很高的时候 你觉得用起来就觉得很一般般 所以呢这次我只买了一样产品打算先试一下 然后我主要买的就是这个玻尿酸2%加B5的这个精华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干皮嘛 我的皮肤就是非常非常的干的那一种 我之前就是用过其他的玻尿酸 有一些产品就是给你造成一些假滑什么的 我就非常非常的讨厌 我希望这一款不是的 所以我还蛮期待去试一下它 然后关于B5的这个精华呢 其实我之前用过杜克的 但是可能差不多有五年前或六年前我用过杜克的B5 我觉得那时候我对那个印象非常非常的好 它用完以后就可以让你皮肤就是明显的就是滋润一点点 不会有什么干皮就是取血的那种现象 还有一个就是上妆呢上妆的话呢 你的皮肤也会就是粉底会比较服贴一点点 然后杜克我当时好像买了就是B5和那个一个维他命C的产品 但是维他命C的那个呢我不太喜欢用 因为维他命C那个我记得用完以后 第一个脸比较疼就是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 所以我对那款产品就是到后来好像我没有用完 但是那个B5好像用完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B5的话 想试一下这个就是评价版的到底怎么样 最后面图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件外套 大家知道今年就是那个什么泰迪熊外套非常棒的火嘛 所以我就是没办法 我自己也买了一款真的超级软的 真的抱起来就像熊一样的 我就买了一些那个Free People家的这一款 然后它是我买的是M号好像 对因为当时它那个小号小号没货了嘛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M号 但是我当时看这个后来我要看这个标签的时候上面写了一个S号 所以我到现在不知道我到底是M号还是S号 可能应该他们搞错了吧应该是 然后它是这种翻领 然后这种扣子的 它的颜色呢不是类似米黄色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出的比较好 就是有一些 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些泰迪熊的外套 它的毛出的就是没有那么软 然后看起来就会很廉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款还可以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 然后它有几个颜色可以选择 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类似 清点非常流行的那种 就是阴灰色吧 还是那种棕色类似 对然后给大家试一下 把后面的东西都打倒了 然后它穿上以后呢 真的是超级暖和的巨暖和 就是我里面都只要穿 像冬天最近英国非常非常冷嘛 然后我里面都只要穿一件单衣就可以了 然后就穿个这个外套 然后穿一条牛仔裤 都非常放的好看 我也想当那个什么小熊Teddy 然后自己包自己 对这样子 还有一个呢就是 很多女生就是可能跟我有一样的困扰 就是怕那个什么Teddy熊外套穿起来 就是嫌臃肿或者是胖嘛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自己去试一下吧 我觉得这一款来讲的话 我觉得还好 没有显得我很胖很肿的那种 我觉得这一款它可能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它真的比较容易脏啊 像袖子这些地方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种外套呢 你必须得干洗 如果你想让它这个毛就是维持在这种地方的话 你必须拿去干洗 然后经常要洗一下什么的 所以可能它护理的费用会比它本身衣服的费用 可能长期来讲的话 要高费还没有得多 当然也就是今年比较流行这种外套嘛 所以今年穿一下 明年也许可能不一定会流行了 OK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近期的购物分享 如果你是新看我的频道的话呢 请follow我的那个Instagram还有微博 我知道就是从新代节开始 然后到现在我真的有一点点处于蓝散状态 我自己也承认了 就是有一点点蓝 然后更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我打算就是最近可能开始再继续更新一下 就是比如说我买的眼影的试色呀 还有口红的试色什么的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 就是新的视频的想法的话呢 可以跟我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的思维 又好像就是被框在一个地方 就是说总是重复不断的 录差不多类型的视频 没有什么创新什么的 所以我还蛮希望就是录一个不同的视频 不一样的视频什么的 OK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就让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